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全键盘 你看到的一定是这样的布局 电脑键盘也是这个你相当熟悉的布局 QWERTY 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绝大部分键盘的样式 你有没有很好奇过 为什么键盘的排列顺序那么奇怪 为什么不按照26个英文字母的顺序来排列键盘呢 而最让我感到好奇的是 为什么这么便扭的布局 我倒是用起来很习惯呢 好吧 我们今天来研究一下键盘的历史 回到 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的 为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键盘设计 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呢 你可能听说过 它的设计优势是可以防止打字键被卡住 但其实很多设计都是可以做到的呀 并没有非常充分的证据表明 这就是QWERTY QWERTY成功的原因 甚至连QWERTY的发明者 克里斯多夫本人后来呢 又在1889年发明了一个全新的设计 也就是说 他自己其实也并不是那么认可QWERTY的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两方面原因啊 一是市场的力量 二是教育的力量 QWERTY的设计先是被 QWERTY啊 所以你悟出了点啥吗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让科学更有趣